大家好! 這次我想介紹給大家 日本語改訂版23課的文法部分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図書館で本を借りるとき カードがいります 図書館 で 在 在 読書館 読書館 在読書館 借りる 就是借 要借 要借書 這次學的新的部分就是這個 とき的文型 ときは 寫漢字其實可以寫 時候的時 時間的時 然後就是這個 とき就是 時候的意思 要借書 的時候 要借書的時候 入ります 就是需要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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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ード 就是借書 借書卡 在図書館 在図書館要借書的時候 需要借書卡 就是図書館で本を借りるとき カードがいります 這個時候 這個とき的 這次要學的新的文型 那怎麼借呢 那就是とき的前面是 還是這個也是要用普通型 然後現在肯定型的時候 なしの字名字的話 那需要放な 名字的話 要放な 這一點大家請注意 然後呢 這裡 やる是a的話 然後這邊後面是b的話 那翻譯中文就是a的時候 b 這樣子 然後ときは 用寫 用漢字寫 或者是 用兵家寫 名寫 都可以 課本是 用兵家寫 但是 我的話 我比較喜歡 用漢字寫 這個字 都可以 那這裡剛剛 借りる 是動詞 これは 現在肯定型 原本是 這個是 原本就是 これは カリマス 原本就是 カリマス カリマス 現在肯定型 普通型的話 カリル 這樣子 第二類動詞 看起來第一類動詞 但是第二類動詞 請注意 那動詞以外的 我們也看一下 比如說 一型動詞 這個部分 就是一型動詞 痛い 這個是一型動詞 頭が痛い時 頭痛的時候 この薬を飲みます 吃這個藥 頭痛的時候 吃這個藥 頭が痛い時 この薬を飲みます 再來 那型動詞 這個 ひ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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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な型動詞 那 這個的話 現在肯定型 所以記得 要補な ひまなと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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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スマホでゲームをします 有空的時候 空閒的時候 用智慧型手機 スマホ就是 スマートフォン 現在大家 ありますよね スマートフォン スマートフォン 這個 スマホ ですね 有時候 這個 フォ 這樣子寫的也有 反正 3個字的時候 常常 スマホ 這樣子寫 智慧型手機 用智慧型手機 玩遊戲 ゲーム ゲームします 空閒的時候 用智慧型手機 玩遊戲 ゲームします はい 那這個是 男性の字ですね はい 還有 名字 はい 這個是 家事 就是名字ですね 記得 要補一個 NO 現在肯定型 要用 NO です ね はい 家事の時 エレベーターを 使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ね 手はいけません 就是 這個是之前 學過 ね 提心的文型 就是 不可以做什麼什麼的意思 那 火災的時候 不可以 不可以使用 elevator elevator 就是電梯 家事の時 elevator を使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火災的時候 不可以使用 電梯 被關起來 很危險 所以要用電梯 不要用電梯 要用裸滴 裸滴 就下去 階段 用階段 はい 那像 動詞 這個是動詞 剛剛的這個部分就是 這個部分就是動詞 ですね 一型動詞 哪型動詞 名字 都有 這裡剛好我寫的都是 現在肯定型 但是呢 過去型 還有否定型 也會有可能 放在這裡 比如說 嗯 比如說 不熱的時候 請把冷氣關掉的話 熱くない時 比如說 寫在哪裡 嗯 想一遍 就在這裡 熱くない時 不熱的時候 請關冷氣 空冷氣 空冷氣 消遍 消遍 像這樣子 通詞 過具型 過具型 還有這個是否定型 都有可能 尤其是動詞的 這個部分 在tokita前面 到底用現在型還是過去型 這個需要注意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部分 那剛才我講過 tokita前面是用普通型 所以現在型也有可能 過去型也有可能 還有否定型也有可能 那動詞的現在型跟過去型的實用的區別 要注意 比如說這個狀況 我們看一下 有下班了 要回家 那回家的路上 回家的路上買蛋糕 那怎麼說 就是說 家へ帰る時 ケーキを買います 要回家的時候 買蛋糕 所以 這個是 帰る 要回家的 途中 那就用 現在肯定性 那再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狀況 在這個時候的狀況 家へ帰った時 回到了家的時候 說ただいま ただいま就是我回來了的日文 說ただいま 打開門說 跟家人說ただいま 這樣子 家裡面的人說 おかえりなさい 這樣子 那回到家的人說ただいま 所以回到了家的時候 說ただいま 那這個時候請用過句型 過句型裡面有個動作完整 也是用過句型來表達 所以呢 這個時候回到了家 回家的動作 回去的動作已經完成了 那個時候說的 所以這個時候請用過句型 ね 家へ帰った時 ただいま と言います 這個如果說 家へ帰る時 ただいま と言います的話 路上 回家的路 独中一直說 ただい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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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回家很奇怪 回到了家 就是用動作完整 用過句型 所以像這個 帰る時 帰った時 的區別 請注意 那像這個一樣的 我們其他的例子來看一下 那這個呢 寝る時 還是寝た時 おやすみなさい と言います おやすみなさい 是 要去睡覺的時候 跟家人說 我要睡了 晚安的時候 說おやすみなさい 那用哪一個 當然 還在醒的 現在要睡覺的時候 說おやすみなさい 所以這個一定是 寝る時 現在肯定型 寝る時 寝る時 這個寝た時 已經睡著了 怎麼可以說得出來 おやすみなさい 這句話 這個是夢話 所以應該要用現在肯定型 寝る時 這樣子 那這個呢 風邪をひく時 還是風邪をひいた時 感冒的意思 いつもこの病院へ行きます 總是去這家醫院 那 ひく就是 要感冒 ひいた感冒了 當然這個是感冒了 已經得了感冒 才會去醫院嘛 我等一下 明天可能要感冒 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 已經這個感冒了 所以用 ひいた 過去肯定型 請用過去肯定型 多不同型 所以 像這樣的 使用的區別 尤其是馬洞子的 現在型 還是過去型的部分 請大家 注意一下 再來我們看一下文型2的部分 右上邊 是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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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按 このボタン就是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按這個按鈕 然後這裡有新的 要學習的新的 這個是柱子 這個是表示 我們這樣子講 瞬間 寒暢條件 有一點聽起來複雜的 語感 說法 寒暢條件 寒暢是總是會這樣子的意思 然後一個條件 做前面這個動作 每次都會有後面的結果 這個時候 我就用這個 所以之前學過的 一開始是A和B 比如說 例如說 パンと卵 麵包和雞蛋 還有 之前學過的 就是提示內容的 と 先生は明天 テストをする 都言いました 老師說明天要考試 那這個提示內容 と 那這次的と 用法 又是不一樣的 と 的用法 所以柱子有一點麻煩的是 一個柱子有好多種用法 不同的用法在 這次的と 前面這個動作 做的時候 這個條件下 一定會有B的結果 就是 這個と的用法是表示 瞬接很長條件 瞬接的意思是 比較 比較 必然的 自然而然的 結果的時候 用這個瞬接 不是意外的 瞬接的話 相反是 逆接 那這次的話 瞬接 那這個翻譯成 中文的話 怎麼翻譯 這個是 一怎樣怎樣 就怎樣怎樣 所以這個 と 一怎樣怎樣 就怎樣怎樣 一按這個按鈕 然後呢 お釣り 早打臨前 ですね 早打臨前 早打臨前 就 會 出ます 會 出來 像這個是 車票的販賣機 買好了票之後 要按一個按鈕 那 剩下的零件 都會 出來 像這個 一按這個按鈕 找的零件就會出來 那就是用這個とですね 那所以呢 前面的這個と 前面的部分 就是 子虛形 就是 小型 動詞 子虛形 然後呢 然後 放一個と 然後這邊是 碧欄的結構 一定會有的結構 碧欄的結構 放這裡 中文的話 這個 這裡 A 然後這邊 B 的話 中文的意思是 1A 然後 就 B 這樣的 這樣的 這樣的文型 1A 就 B 的意思 那這個文型是 大概什麼時候用 像這樣的狀況下 常常出現 第一個 就是跟這個一樣 機械的操作 機械的操作是 按照一個步驟進行的話 誰做的動作一定會有一樣的結果 比如說有一個按鈕 右轉會聲音變大的話 我轉也好 他轉也好 都是一樣聲音會變大 做這個動作的話 一定會有一樣的結果 像這個 像這個 このレバーを引くと 椅子が倒れます レバー就是 這個中文講什麼 像這個 ガンマ 這個ガン ラ的話 椅子會倒下 椅子が倒下 那這個時候 這裡 引く 然後 瞬接 很常條件的 頭 椅子會倒 這個是 做這個動作的話 一定會有必然的 這個結果 一定會有的 結果 就是這個 像自然現象也是 這個頭可以用 春になる 一到了春天 櫻花旧開 一櫻花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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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になると 櫻花旧開 櫻花旧開 這個是一定的 一定會這樣 自然現象是一定的 所以 一到春天 櫻花旧開 那就用這個 頭的文型 用到這個文型 然後 道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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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是 告訴人家 路怎麼走 就是道案内 比如說 次の交差点を 右に曲がると 曲がる 轉彎 右に曲がると コンビニがあります 下一個 乔差路口 向右船 就有便利三天 右に曲がると コンビニがあります 像這個 我有轉也好 他有轉也好 一定會有コンビニ 轉彎一百字 一定會有一樣的結果 像這個時候 就用到頭 注意的是 這裡是 例えば 一字的內容 一字性 一字或者是 何でしょうね 希望 我想要怎樣 怎樣 或者是 指示 命令 這種內容 通通 通通不能放 因為 這樣的話 這樣子一字 一字的動作 是 不固定 我的 我的 我的時候 跟他的時候 都不一定 每個人的意志 不一樣 希望 也是 每個人的希望 都不一樣 這個是 作業的動作的話 一定會有V的結果 的時候 才會用到的 所以 這種 每個人的 想法 不一樣的 就是 不能放在這裡 那 指示 命令 看狀況 每個時候 狀況不一樣 所以 就不能放這些內容 所以 這一點 這個通用法 請注意 最後 我介紹一下更進一步的部分 剛才我們學的 通的用法 其實課本裡面是 動作 只需行家 托 怎樣怎樣 這樣子翻譯者 以做什麼什麼 就怎樣怎樣的意思 那這個時候 就會用到 瞬間 很常條件的 托 的助詞 那其實這個 托 的助詞的用法 其實 嚴格來說 還有 其他的 比如說動作的 難一行 還有一行動作的 現在肯定 現在否定 所以 那行動作的 現在肯定 還有現在否定 名字的 現在肯定 現在否定 其實也可以接頭 用法來說的話 其實 自需行家頭 怎樣怎樣 很像 就是 理想當然的 後面是 理想當然的 結果 放後面 譬如說 動作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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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痛的話 譬如說 薬を飲まないと 治りません 如果 不吃藥 就 不會治好 不吃藥的話 就不會治好 薬を飲まないと 治りません 這個 一定要吃藥的意思 それから 物価が高いと 生活が大変 物価が高いと 生活が大変 物価が高いと 生活が大変 一般 交通方便的地方 東京 工作機会 很多的地方 店很多的地方 交通方便的地方 住金很貴 這個也是理想當然的 然後 還有 規定 規定 要講規定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頭 学生だと 半額で 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比如說 電影院 優惠 優惠 給 學生 你是 學生 的話 就可以 用 半額的金額 比如說 一件塊 用 500塊 就好 可以看 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像 這所 電影院 是 學生 半額 可以看 像 這個時候 也是用 頭 使用 前面 内心 動詞 一心 論詞 那心論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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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 名詞 便利 那心論詞 便利 那心論詞 便利 学生 等 像 這樣 前面 是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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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做怎样怎样就怎样 课本是只介绍这个 这样子ですね 23课的部分是这样子 皆さん日本語の勉強 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 さような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